網上影片可以見到 有十多個市民圍著的私家車 企圖合力移開車 希望救出被私家車撞倒 捲了入車底的婆婆 移開車之後 婆婆的腳部仍然被壓在車底 消防救護趕到現場 為婆婆固定頭部 並送去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可惜搶救無效 意外發生在星期六下午的5時多 土瓜華馬坑衝道 90歲姓石的婆婆過馬路時 被攝氏的私家車撞倒 其中一個有份救人的街坊 是在意外事發地點對開 賣酒版辦館的太子爺 攝氏的藍司機37歲姓張 他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驗證被扣留調查 案件交助給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進